坦克在路上行駛 俄军才探出头 立刻被乌克兰五人机轰炸 乌南前线遭到俄军突击 政治俄罗斯吞并盾内刺客赫尔松 卢干斯克和扎布罗热满一年 俄罗斯总统普钦发表演说宣示主权 之所以这么着急 因为俄罗斯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掌控这些地区 与此同时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斯洛伐克正在举行大选 挺乌派和亲俄派正在拉举中 最新民调显示亲西方的进步斯洛伐克 以23.5%领先亲俄派的方向党 以及声势相当旺的前总理费科 只是政局瞬息万变 斯洛伐克防长悬在此时访问乌 会问乌克兰总统责任司机 似乎想要安抚基辅 因为若失去斯洛伐克 他可能成为北约制衡俄罗斯最大破口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